大家好,我是阿渡,我现在是在五台山 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五台山的名是罗侯寺 它这里就是供奉释迦牟尼佛 他的儿子罗侯罗尊者肉身舍利的地方 这是一个佛 现在我们是走入这条路开始去上罗侯寺 它这条路是非常美 是一个转弯,是一个红墙 整体的意境非常好 这罗侯寺它是始建于明代 在以前它是为这个显通寺的十二侠岸之一 在以前它也叫洛佛寺 据说当时文书菩萨它是在这里落脚讲法 这寺门是有佛影连绿树青山 街庙剧,白云芳草,智之心 好,现在我们开始进寺 在寺内它是有座大白塔,非常漂亮 近来中的还是先看到的是天王殿 它中间有这个香炉,两旁有石狮 在里面供奉的就是尼勒佛 它这一次的建筑上不为这个红色墙体 也是很漂亮 好,现在我们接着往前面去走 哇,这君实施非常的威武 看它魂谱的造型也是历经了很多个春秋 现在在这个墙上我是看到了一只猫 在这个天王殿一侧是有这个转经轮 穿过天王殿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非常古朴的文书殿 它这种大殿是为三开间的西餐顶 我们看它上面的大梁也是非常的古朴 下面它这个柱是新的 但是我们看它的上侧应该是一些古迹 这香炉它是终日香火寥导 所以看起来感觉也是非常的好 在我刚才到大殿里面 它里面供奉的是文书菩萨 是白面文书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是黄庙 在之前是清庙 后来是改为黄庙 这个黄庙和清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五台山它分为清庙和黄庙 这个清庙它是和尚 这个黄庙就是喇嘛 在这个正中间的文书 其实像是非常高大 两侧是十八罗汉 然后在它这个大殿内部的后墙 两侧是有这个黄教的祖师爷 中哈巴大师 在这座月落里 它是有这个古碑 是有明朝的也有清朝的 因为这个年代过于久远 它很多字迹是已经看不清 现在我们接着再往前面走 就是到了这个大雄宝殿 它这里的大雄宝殿 和我们在其他的清庙 所看到的大雄宝殿 是有些不一样 大家应该也是可以看到 然后呢 在这个大殿两侧 都是有这个巨大的石碑 有碑额 碑身 碑座 刚才我在大殿里面的时候呢 这里送人是给了我两个橘子 这两通石碑呢 也都是康熙的雨碑 一通的是康熙十一年 一通的是康熙十九年 然后呢 在两侧就是药师殿和观音殿 在这一次的肺炎之处 看蓝天 我刚才呢 到这个大雄宝殿里面去拜佛 我在里面所看到的是 是三尊三世佛 然后在前面呢 它供奉的是中和大大师 和他的两位弟子 然后呢 在两旁 就是八大菩萨 这八大菩萨呢 它分别是面带清秀 身一披阴落 手托供品法际 形象呢 是非常的生动自然 然后呢 这三世佛就是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还有药师佛 然后呢 在这个大殿内部上方呢 我还看到它是悬挂着 当时乾隆皇帝的两块玉扁 是惠灯镜照 和义蕊新香 现在呢 我们接着往前面去走 它这里墙体一侧呢 还是有这个 转经轮 走到这里呢 它这里就是开花献佛殿 它这里在整个的 五台山寺庙中 都是非常出名 我刚才呢 是到这大殿里面去拜了拜 它这里面呢 是非常壮观 我们走到大殿这边呢 它这个正中间 是七一方台 然后呢 在上面有一圆字木牌 上面是刻满了这个水冷 是代表的枯海 上面呢 有这个行走的十八罗海 在这个四周呢 有二十四株天 在这个圆盘之上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木制莲花 非常漂亮 是红色 然后在莲花之内呢 有四尊佛像 接不面朝外 是阿弥陀佛 尼勒佛 释迦尼佛 还有药师佛 它这个呢 是有一个活动机关 静静静操作 这两个呢 霍开霍合 成一个开花献佛 非常非常壮观 它这个巨大的莲花呢 花心一枝花蕾 是直接撑住这个二楼 上面呢 是由八个木格组成 每一个木格里呢 是以尊佛 在这座大殿的后壁呢 供奉的就是观音菩萨 还有金刚煞锤 然后在它两侧呢 就是布满了木格 它这个木格里面呢 就是供奉的 由这个 藏 蒙 汉 三种文字 所谓的 大藏经各一套 然后在这个二楼北侧呢 它供奉的就是 罗侯罗尊者 这罗侯罗尊者呢 它也就是 释迦慕尼佛的儿子 这个开花献佛呢 我看到的时候呢 是一个静止状态 但也是碳为观止 如果是操纵金弯呢 肯定是更为震撼 我相信你们 如果到这里亲眼看到 你肯定也是 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这座罗侯寺呢 是一座荒庙 它这里的开花献佛呢 是非常壮观 也是在这一带呢 非常出名 而且呢 它这里还供应着这个 释迦慕尼佛的儿子 罗侯罗尊者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 所看到的一个罗侯寺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先这样 我们下个视频见